來,開始 我調整一下畫面 好 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知道今天 今天 今天有比較厲害的東西 殘暖木出現 殘暖木 我想睡覺 你要去睡覺了嗎 不行 我也不知道 這樣 這樣你夠高,我不夠高 我要再拉高一點 這樣 這樣有沒有 這樣 這樣可以吧 這樣有沒有 這樣應該可以吧 剛才我頭切掉一半 這樣,我頭要低一點有沒有 這樣可以吧 看不到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熱血阿傑黃世傑 很感謝各位收看今天的直播 旁邊這位是我們的特別來賓 請自我介紹 嗯 比較好一點 嗯,比較好一點 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對很有趣的 敲型蟲 叫做 鳥嘴敲 來,你把鳥嘴敲 公然拿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我要翻圖鑑給大家看 這是 這是 日本的敲型蟲大圖鑑 因為他的小型個體 感覺很像鳥的嘴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它 暱稱鳥嘴敲 那 在線上的大家 可以 把你的這個 左下角一個分享 按下去分享給大家 好嗎 你要前面一點 你要到這邊 這樣沒人看得到 太小了 分到了 看到看到看到了 嗯 呃,對 他就是講這樣子 對 這個 啊,好痛 這一隻鳥嘴敲 我先給大家看 這樣 這樣看得很清楚吧 為什麼我的臉筋會那麼爆 這隻鳥嘴敲 我先給大家看 沒有人知道 尾幼好 這樣看得很清楚 不是幼尾 天啟,幼尾嗎 不是啊 尾幼啦 你這樣有看到敲韻蟲嗎 有有這樣 欸 這樣,再近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清楚 二一一在看耶 有沒有這樣清楚嗎 呃,有點模糊 那你在畫面上面點一下這隻敲韻蟲 喔好 兩天手都是的 點了嗎 有點了 敲韻蟲清楚了吧 還蠻清楚的 對 這一隻 外號叫鳥嘴敲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他大圖鑑上面各種樣貌 那這一隻呢 他已經跟兩隻熟透的母蟲關在一起一段時間了 因為他們還蠻溫馴的 所以公蟲並沒把母蟲夾爆 今天要來佈置他們的產房 G2X9的話應該就不一定了 來,我們來看 欸,晚安 二傑晚安 嗨 Jerry 這有看到嗎 嗯 這一隻就是 這個就是標準的鳥嘴敲造型 這一隻 我現在手指頭比的這一隻就是標準的鳥嘴敲造型 然後這一排都是 好 現在準備要來佈置產房了 今天我們用 請就位 等一下再來看這一鍋 欸,我拿錯鍋上來了 為什麼拿這一鍋 去拿長吉他中那一鍋 還好我們有特別來賓在 那我想今天 要幫這個 思域好,說說好 要幫這個鳥嘴敲造型產房 我想我們需要用到產暖木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 從嚴A2的木屑 因為這個整個我都已經拿出來散過味道了 而且 也已經 準備好它的濕度 它的濕度 我覺得是非常合適的 我們要先倒一點下去 來,請就位啊 為什麼要先倒一點下去 因為當作筆材 你要先壓得很實 好,把那個 比較節快的 節力的把它搓碎 搓碎以後呢 你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有沒有 誰累 呵,快點拿錯東西了 文兵好 稍微壓死以後呢 有沒有,這樣不夠 我們再厚一點點 等一下你們在布置什麼產房 對 蕭雲大大 星級內亞沒錯 這隻纏在星級內亞 它的中文藝名要怎麼講 我們都是開玩笑講鳥嘴敲 但是它是 afk什麼 我突然就忘記它的名字了 真糟糕 阿什麼飛的 來,這是我們蠶卵木 蠶卵木是 之前我在拍 從 樂俠阿傑逛蟲店的時候 在 我們的 三重 喜蟲天將買的蠶卵木 很漂亮的蠶卵木 洞期我都挖過了 但是 這木頭已經泡過水一天 然後讓它 水瀝乾了大概兩個鐘頭 所以整個木頭要去吃了 但是這樹皮 我們扒下以後要留著 為什麼要留著 好,特別來賓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為什麼樹皮扒下留著 這木頭是屬於棕卵的 我們指甲可以壓的下去 樹皮等一下我們要鋪在整個上面 避免牡蟲翻倒或工蟲翻倒 那這木頭呢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凸出來這一塊 所以我打算放這個樣子 OK 這樣放好以後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這樣 這樣有讚嗎? 氣氛不錯吧 我看一下 我英文超爛的 我看不懂 你當然看不懂 不是啊 我敬愛的蕭芸兄弟 先抱抱一下 在澳洲辛苦了 但是 佳鳳哥 但是 我的意思要英譯 英譯要怎麼唸啊 兄弟先抱抱一下 在澳洲辛苦了 但是 直接中文英譯要怎麼唸 阿菲卡 阿菲卡 是這樣子嗎 好 我們把木頭放進去 成這個 旁邊都要留出位置跟空間 因為有可能母蟲會端下去 這時候我們就要拿出我們的木屑 開始 這時候在裡面先搓軟 搓散 然後再拿出來 這邊先放...噴了噴了 幫我捏一下,不要在旁邊顧看 把它弄進去 這個 阿對,阿爾法克啦,對對對 我都忘光了 我不是累了,是真的 忙翻了 阿爾法克扁 我們都叫阿爾法克扁 好,旁邊慢慢的搓 慢慢的放 阿爾法奇亞奈斯 阿爾法奇亞奈斯 只要前面阿爾法克就可以了 嗯,差不多 還沒還沒,我們看齁 這邊還不夠高 不是啊,我是說土清的差不多了 噢,很好 等一下還要拿抹布上來行 我很久沒有繁殖 敲行蟲了,我們說真的 所以這一次呢 帶著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以前我超愛生,敲行蟲的 很久沒有繁殖 裡面它原本 種進去的這個 菌種挖乾淨 因為有時候它 你知道我是到現場看過 原住民用斷木 電鑽打洞以後 把我們的菌母 種進洞裡面 它外面會在 用這個蠟燒融化以後 抹起來 所以通常我挖空 把裡面那個洞挖 清乾淨 最主要是要把外面那些蠟都清乾淨 所以你一挖就習慣性 整個都挖乾淨了 然後我們這個 土呢 稍微壓一下 不要壓太緊 因為最下面壓很緊 上面我不壓緊 上面就鬆鬆的 土呢 稍微壓一下 不要壓太緊 好 已經快好了 你不要拿到爐 我的鑊毛啊 你是美國人嗎 好各位 我們現在佈置成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不要拿到爐 我的鑊毛 你是美國人嗎 好 Lo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稍微卡一兩隻 讓它緊實一點 整個是這個狀態 那這時候呢 我們該的樹皮 海馬 有沒有 海馬馬 樹皮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鋪在上面 然後確實我們在這樹皮上面 來來來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樹皮這邊還有亮亮的光澤 那就是蠟 蠟 對 我有帶你去山上看過啊 原住民在種那個香菇的時候會打洞 然後把菌母塞進去再塗蠟 有沒有 鍋子機有打洞 好 把這鋪在上面 就當做他們的防止翻倒用的樹皮 我覺得這是很方便的 直接就使用 鋪好以後呢 來 你的種植大任 洞 國洞 開國洞 對 開國洞 我想我們提供了 兩種不同口味的口洞 一個是我們講的這個叫做樹液口味 另外一個白色是屬於 乳酸口味 各自放 然後通常我習慣放角落 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 為什麼要放角落 角落比較方便 阿爾法克扁工蟲放下去 工蟲很活潑的開始熟悉環境 母蟲 因為牠母蟲真的很小隻 正常來講 一鍋生一隻就好 可是呢 因為這母蟲很小隻 我就讓牠一鍋兩隻都進去 好 各位可以看到母蟲非常非常的小 照我這一段時間的觀察 工蟲已經把兩隻母蟲都配種配好了 所以呢 天天把牠放在果凍這邊 母蟲好像很喜歡乳酸 好 木蟲先放來下面 我覺得牠不喜歡 為什麼 馬上跑下去 怎麼可以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蓋子蓋起來就好了 然後每天我會有一個習慣 在表層噴點水 為什麼 因為我們空氣的濕度沒有那麼高 牠上面這層會很快的就乾掉 可是你上面如果沒噴的話 牠會一直乾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這是最簡單 好用的阿爾法克扁的一個 繁殖布置 太棒了 丁丁真的很急 聽手鐘 不是聽手鐘 太棒了 你的是我要另外拍一段影片來介紹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介紹 因為蘇琪我就放在旁邊 然後 選董 選董 所以該我有回答到我們路易斯你的問題嗎 就是 重菇的洞 挖不挖有沒有實際的分別 其實是沒有實際的分別 但是是我個人覺得不挖難過 這樣就很簡單 好 這是今天的阿爾法克扁的 繁殖空間分享 那下一次 準備要開產房的時候 大概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後 因為 以我家的溫控室的溫度來講的話 應該是很適合的 它應該可以很穩定的產暖 不會因為太冷而躲起來 還沒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今天很快要跟大家講 那天我有把上一次的牛頭扁 因為牠很快的進去 就直接做 做勇士 那那天我就幫牠勇士開了一個天窗 很多人就在問說 這樣的勇士 天窗要怎麼開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廣口菌 真的很硬 那其實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我的天窗的開法 從這邊 一削 我削錯邊緣就完蛋了 對 一削錯邊緣就完蛋了 將將 吐風了 有沒有看到 好小喔 這隻大概有八耶 真的假的 雨花會有八耶 牠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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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有看到 這個勇是上市那隻大牛頭扁的勇 那我想從頭量到屁股末端 大概有七到七點五 然後頭再量到大二 因為牠原從畫有的時候 牠的頭是折起來的 大概有三點多 那以牠大二的大小跟整體看起來 羽化應該有八公分以上 那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怎麼幫牠開天窗 那因為我看到牠 鑽下去做勇士以後 我的俊平都是躺著放的 牠就坐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我其實還蠻好開的 各位像蓋子就可以用膠帶 再把它蓋起來 那在這邊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通常你的 你的 欸那邊有一隻黑筆給我一下 手機給我 對那邊有一隻黑筆 你等一下在那邊有一隻黑筆 我畫個位子給各位看 呃 你把GINO拿起來就看得到嗎 在旁邊那邊 我畫個位子給大家看 大家就能知道 我們現在先假設牠的勇士 大概這麼大 有沒有勇士大概這麼大 那你開天窗的話 你要算到外面 就是牠沒有看到的地方 所以我開勇士的時候 都會畫很大 等一下我畫點點點給各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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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直播欸 館長當然厲害了 等一下我畫點點點給各位看 這邊 各位看到虛線的部分 上面這邊我是直接拿線鋸 把它鋸開 因為鋸更大 也不要鋸得很準 鋸得很準 不小心 像剛才特別來賓講的 不小心會怎麼樣 鋸完就爆了 然後旁邊這邊鋸好以後呢 在下面這邊從這邊直接鋸 對好上面的線下面這邊也鋸開 鋸開以後 因為這都用線鋸很方便鋸 但是旁邊這邊不好鋸 而且寬口鋸平很硬 你真的很難鋸 尤其是角度不對的話 這時候你要用什麼 我的方法 一般的小朋友不要學 我是用刀片 有沒有我們一般美工刀的刀片 拿起來以後用火加熱 加熱以後用燒融的方式 把這兩條 直接融化 融化以後就可以整個掀起來了 這是這種開法 你在通風的地方 像我是在陽台做 你要做這件事情 要在通風的地方 不然自己聞的也不舒服 燒的時候 刀片加熱 把這邊直接壓下去融化 兩邊都是融化的 然後只有這兩邊是用切的 這樣就很容易掀起來 可是我剛才有講過 勇士這麼大 或蟲體這麼大 你一定要開更 上面跟下面還有旁邊要留空間 不然你不小心切下去 或畫下去完蛋了 用就爆了 要記好這件事情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我們的長疾大多蟲要出現了 我覺得它好像連13公分都沒招 沒有13公分 大概10公分 10公分而已 各位可以看到泳皮阿 我把它拿出來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急 拿那個有方法 其實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建議 這隻上次看到泳的時候還蠻開心的 可是有問題 然後這是它幼蟲的 幼蟲化泳的皮也在裡面 有沒有 等一下我要把它撿起來 黏起來 幼蟲化泳的皮 跟 陳蟲 把泳皮脫掉的皮都在這邊 那我想比較可惜的是 那時候我明明注意到說 它的 大部分 尤其是頭腳啦 胸腳啦 還有它的這個爪勾 腳都已經變黑了 應該快漁化了 可是我卻 在中間有兩天 因為比較忙 沒有去看它 以至於它 確實是漁化了 變得非常不理想 這一面看起來還蠻理想的 有沒有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翅膀的樣子 這一面不理想 各位有看到了嗎 雖然不是很大型的個體 這一面很理想 有沒有 感覺還蠻漂亮的啊 但是這一面一點都不理想 因為這一面它的翹翅 可能在語化的時候 去勾到 或者腳 去勾到 或者是在勇士裡面壓到 然後我沒有辦法在旁邊幫助它 以至於 它很明確的這邊 刺翹是已經呈現Q的狀態 然後後刺兩邊都沒辦法縮好 可是基本上它還是一隻健康的公蟲 那很多人問說 這隻是什麼公蟲 來 大家有看到嗎 這一隻 這一隻是 哪一個種類 我們現在不講牙種 它是哪一個種類 蠻奇 不是蠻奇 仔細看它頭 頭腳上面的凸起 有好幾個 一二三四 有四個 凸起 請問它是哪一種 長疾大多蟲 海蟲 我問你長疾大多蟲 你跟我講海蟲 你是非洲人 請坐 有沒有 看得到嗎 頭腳的凸起 大家有回答嗎 你跟我講海蟲 你是非洲人 請坐 還在支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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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看到嗎 有看到了嗎 還在支伏期 還在支伏期 DHO是什麼 不是DHO 喔沒有 它是回答它DHO才9公分 這樣你知道嗎 等一下DHO是什麼 現在已經沒有DHO了 它已經直接提升到 它是 呃 西方長疾大多蟲 它不是牙種 你沒有看甲蟲子肌部的介紹喔 齊天 喔天啟 也不是THP喔 DHP的這個基本上是沒有這麼多小小尺凸喔 我剛才已經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四個尺凸 四個頭腳的凸起不是尺凸 四個頭腳的凸起喔 我剛才已經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四個尺凸 也沒有DHP 是DP 在甲蟲子肌部裡面就已經很明確跟大家講了 所有的牙種都提升為種了喔 喔 我這邊爆笑 爆笑了 對啊 這等於是樣書 好大家慢慢猜 啊 我的書爆了耶 我來看 我剛剛一直拿出來就這樣 這有書很久嗎 後面後面 不是 不是現在已經沒有牙種了 深島式長疾大多蟲 哇賽還有分深島 深島式長疾大多蟲 帕斯克長疾大多蟲 沒有不是帕斯克 帕斯克是頭腳上面幾乎沒有凸起喔 好漂亮 張文濤回得好 DH 對就是DH 沒有DHT啦 不要忘記了 非常棒 豪哥棒棒 也不是DM 他是赫克麗士 赫克麗士的頭腳很明確的就是 上面有四個凸起或三個凸起物 很明確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提醒了四個凸起物 Evan有書上面有寫入G2插腳嗎 沒有啊這本書還沒放G2插腳 來兩隻手把他放到旁邊去讓團體休息 那我想今天很重要的是這本書 這本書 天啟 天啟 天啟等一下記得傳訊息 把你的地址傳給我 這樣我明天就可以把這本寄還給您了 這本書很特別喔 這是在我們現在線上的這一位 因為丁天啟 丁天啟他在 2018 台灣昆蟲大展的時候 把這本書帶到會場來找我 然後他說要送給我 可是我說不要 為什麼不要這一本呢 因為我覺得這是他很棒的創作 他裡面的創作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他說要送給我 可是我說不要 為什麼不要這一本呢 雨哲 放心啦 什麼什麼什麼 廉價逛蟲店 我在 我在廉價是不會有逛充電 但是會在一個時候逛充電 就是我寒假的時候 寒假的時候我會把 其他還沒有去逛的充電 再趕快做一次整理 我想天啟他很厲害 他用了英文 還有他的 很棒的一個 繪畫的方式來表現出 他喜歡的超形蟲 你看喔 他是用英文寫的喔 然後最厲害的在這邊 好厲害喔 我們先看這邊 他的一些介紹 再來呢 最重要來這邊 各種兜 看看厲害了吧 各位玩假蟲的朋友們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熱情 可以把這樣的興趣出 在這個筆記本上面完全的展現 而不是整天在比 看誰買的便宜 誰的蟲大的屁孩 記好這件事情 不要整天跟人家比大 你要比的是 你有沒有才華 你有沒有能力 看看 這本書 我那天在現場 我就翻到一個頭三個大 你知道為什麼一個頭三個大 哇賽 Megasoma 所有的介紹 Megasoma species Megasoma species Megasoma 我的英文真的是不行 Megasoma Megasoma就是象兜啊 來看 戰神大兜啦 毛象大兜 你看畫的漂不漂亮 各位在線上或未來有機會 看到這段影片的朋友 我要請你們去注意一下 就是你喜歡的這些蟲 單純是真的喜歡牠 願意為牠花時間 還是只是想跟人家比大比厲害 我覺得這本書可以讓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這是很厲害很棒的一本書 然後天啟他真的是很 有天分的一位 一位甲蟲愛好者 然後他把各種巨匾 各種大匾 各種鬼 大黑燕鰲都畫得很漂亮 而且畫得完完全全 非常寫實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你既然是一位愛好者 你就要能有辦法做一些 跟人家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非常鼓勵 天啟你可以朝這個方向繼續走 然後寫下各種 你跟蕭形蟲跟甲蟲的故事 然後用英文也好 然後用畫圖也好 把你的才能 展現給所有的人 你知道喜愛甲蟲 不只是會抓會養而已 你能不能寫點故事 能不能畫一點有趣的東西出來 然後我覺得天啟有能力成為圖文作者 他的圖不一定是要像我一樣 世界各地去拍照 你可以畫圖啊 你可以寫更多屬於你跟甲蟲的故事 我想甲蟲日記簿不單單是我寫的甲蟲日記簿 你也可以寫你的甲蟲日記簿 甚至是你的蕭形蟲日記簿 你的蝴蝶日記簿多好 哇各種雞兜耶 獨角仙雞兜 有沒有 非常棒 這本書其實我個人真的很愛 但是呢 我覺得我不能因為我喜歡 我就把它留在手上 喔!燕翹鼠來了 燕翹鼠來了 因為我覺得 那天我跟天啟說 這本書你可以讓我介紹 介紹完我就還給你 但是我覺得天啟真的很心急 所以我決定趕快還給你 我覺得今天介紹完我就不另外拍影片了 然後還有 喔喔喔喔 台灣深山出現 後面還有英文詩喔 各種深山 天啟我沒有辦法介紹你的英文詩 因為英文我真的看不懂 但是我會翻給大家看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等等等等等等 等我翻過 翻到最後面 喔喔喔喔 鹿角來了鹿角來了 我最愛鹿角 木油梅子 喔喔雲頂大鹿角 鋸肉插角 犀牛插角 好像有 我看一下有沒有犀牛插角 鋸肉插角 有 它這個是介紹插角鼠跟鹿角鼠的 這一面 鋸肉插角 像吧 我看 我看 等一下 你等一下再慢慢看 我先介紹完 我們不能浪費大家的時間 喔喔喔 保育類的智利長牙出現了 我好想去智利看智利長牙打架 而且前一段時間 前一段時間 沒有智利長牙在以外真的會打架 而且智利長牙牠母蟲也會打架 就是一隻大公蟲在那邊 母蟲會互相競爭搶交配權 這個才是厲害吧 巨額插角也是動不動就直接把這個母蟲再加爆 來了來了 素角都來了 五角大都來了 還有神馬大多重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棒啊 就是 你要有熱情去做一點事情 那這個熱情一定是要你想辦法燃燒自己的小宇宙 有沒有看過聖鬥士星石的都知道要燃燒 喔喔喔喔喔喔 大王花金龜出現了 歐貝魯不甘大 大腳金龜 對啊很棒啊 我覺得真的很棒 你能去做一點事情是很好的 在你想要呈現的故事上面去做這些事情 長臂金龜 喔喔多腳金龜 你看 每一篇我都覺得超棒 南洋大多還有寫日文耶 好棒 然後英文是在哪裡 喔烏干達這是畫整隻的耶 你看整隻的 有沒有 我覺得這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然後畫整個 還有這邊還有一個布置環境 有這個圖我很久以前畫過 以前我有畫這些圖給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看不懂中文 所以我就用自己畫圖自己給他看 我覺得這樣的圖很棒 很有氣氛 然後最後 哇塞 你看 這要兩面一起看 這樣超棒吧 哇塞 有沒有 這樣有看清楚嗎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超豐富 然後他還有寫 喔 在繁殖內葉他要寫各種用飾養香果凍米 七目 然後落葉啊 來添加自然風情 對 這再一次一句話就對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本 他屬於自己的書 喔 英文是 來英文是來 你會唸嗎 一念英文 太棒了 各位 那個抱歉啦 英文我沒有辦法很能看 我會說 會聽 但是讀寫我不行 所以呢 我只能辜負我們天啟的好意 但是各位如果看得懂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把它唸出來 這一段我就稍微停一下 許晶貴很厲害 能拍照影印下來我覺得很棒 對 而且是自己畫得更棒 然後再來就是 訴訟 所有的東西都是你 有沒有努力去做 有沒有天分一回事 有沒有努力去學習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這很棒 燕如好 超強 這個超棒 是不是能幫我倒嗎 好啊 欸我們差不多 我們要結束了 今天沒有很多的時間直播啊 今天只能盡可能的跟大家分享 謝文 不是詩 謝文 謝文 感謝的文 真的嗎 所以後面還有詩 英文詩 可是英文詩我沒有找到 下次就等 天啟你把這本書收到以後 你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後面是很棒的 台灣鬼 C吧 真的很棒 我覺得 如果你有熱情 那你就要想辦法的 把它發揮得更好 而且我常常在建議 很多年輕的朋友啊 如果你們對任何東西 有一定程度的經驗值 或者你想分享一些 你不同於一般人的觀點 你把它拍成影片啊 寫成故事在臉書 還是在任何社群軟體上面 分享多好 你也只有這樣子你才能 因為你的知識 來造福更多的人 或因為你的想法 來讓更多人 閱讀完後 碰撞出新的火花 能看更多新的東西 這是我們 現在在 我的直播上面 他在 他在這個留言裡面出現了 丁天琦這位 很棒的 昆蟲愛好者 那我希望他能 繼續的精益求精 好好的加油努力 你可以照這一本來畫 有沒有 將將 畫成這樣子 你就天下無敵耶 呵呵呵呵 這樣是不是超厲害 還要出色耶 超強大 請就位 好 好難得喝到特別的冰倒水 好難得喝到特別的冰倒水 哪有難得 恩 關於這個 這個 俊平的天窗要怎麼挖 下次我會拍一段影片來 特別跟大家講 我們怎麼做比較安全 因為我覺得 做這件事情 他不是一般的小朋友能做的 因為他還用到火跟用到刀具 我覺得是危險的 所以在你還沒有熟悉 或者我還沒有在 拍影片介紹之前 請大家 開 俊平的天窗要特別小心 那當然也有一種方法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家有落體 直接落一圈 把它整個燒濃就好 可是那個燒濃的質感 一定沒這個好 這個切得比較平整 切得比較平整 比較漂亮 你先跟他打招呼啊 蕭世偉好 不 你要加 叭地好 叭地好 對 牛頭餅它最大 可以長到9公分嗎 好 當然我們剛才有介紹牛頭餅 所以我們的特別來賓 就挑出了他的牛頭餅的卡片 牛頭餅在日本 我記得 我記得的紀錄是9.2公分 我原本想要用這一隻牛魔王來挑戰的 沒想到 他這麼開心的天氣一樂 就給我做勇士了 所以我覺得很無奈 好 明天要上課啊 我們只是利用一點時間 來趕快做直播 因為 我們要跟著八弟的腳步 跟你一起當國際級的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事遇好 對啊 其實我很多書都買不到 昆蟲臉書也絕版了 陶融的私密生活也絕版了 帶著孩子玩自然也絕版了 然後 敲行蟲日記部 也絕版了 但是 敲行蟲日記部 會在 會在明年有新版上市 因為你知道台灣現在多了一種新種的敲行蟲嗎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 有一點圖檔我要調整 那也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那當然我今年在6月份 6月28號那天出的 甲蟲日記部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本書 是很多入門者或甲蟲愛好者 很適合閱讀的書 如果 您喜歡 也歡迎您到博客來或到 台灣的各大蟲店 去搜尋找這本書 這本書在各大蟲店都是 有打折的 而且 如果沒記錯 還有明信片 如果沒有的話 他們會跟我講 我在補明信片給他們 他們會送大家 那我想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算網紅嗎 小小網紅阿 老哲哥阿 小小網紅不是我 小小網紅是我的妞妞 這邊最重要的是 我要先跟大家 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你喜歡樂寫阿捷頻道 除了訂閱樂寫阿捷以外 你還可以到IG去找一個帳號 IG的帳號是 A F U N N Y W I I 就是我們8D在IG的帳號 他隨便一天貼文都七八千人 上萬人幾萬人 這樣子 趕快去追蹤他 他會給你很多 很有趣 很好玩 而且 充滿各種樂趣的影片或介紹 尤其他最近西門太狂跟人家換禮物阿 你不要把人家的背包拿走阿 他不是沒有包 他是人家的背包 你不要以為我沒看 八弟都說你是個小小網紅耶 我是嗎 對啊 你那什麼延伸 充滿懷疑 充滿懷疑的延伸 西門太狂就是狂 對 什麼時候西門太狂我們要合體 快了我們快合體了 讓大家感受一下 西門太狂跟樂寫阿捷的不同的樂寫狂 真的假的 差不多了 因為明天 明天我們的特別來賓 他還是要上課 所以呢 我們就讓特別來賓 早點休息 那也很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樂寫直播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這段影片 我會把它放到我們的樂寫阿捷的YouTube上面 當然你在YouTube上面 除了訂閱我的頻道以外 也很歡迎你順便 趕快 現在 拿起手機去搜尋蕭志偉 追蹤我的好兄弟八弟 OK 不要忘記了 欸 嗯 我有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一人給我兩百 讓我去唱歌 都是我媽自然產生 不要忘了 厲害吧厲害吧 我們是不休息的 我休息阿 對吧 八弟我都沒弄錯阿 好啦 跟大家說晚安 晚安 開心的 大家晚安 晚安 好假拍喔 對 好啦 大家謝謝囉 掰掰 欸 等一下這個是按著 不想不明 不想說 大 可以嗎 感谢观看